上一次我們在公演的時候 做了主持人 有沒有還有別的工作 想體驗一下 導演啊 導演是我這個位置 其實我很想了解 我身旁所有的人 他們工作的難處 或者是他們 如果跟我合作的時候 會有什麼地方可以改進 如果有一次機會 可以當這個PD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 挺好的機會去學習 那就如你所願吧 沒有理由 沒有那麼簡單吧 我現在把公牌交給你 您的公牌 收好 你已經弄好了 對 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公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《生生不息》 裡面的導演組 我說出來 我就口就抖了 導演組的林曉峰 然後今天的話 我們會有劉希臻老師 也會來彩排 然後我們就任命做他 劉希臻老師的一日PD 我做他的PD 其實這個責任挺大 來讓試試 就配這個後期的音樂 有音樂還有光 你有沒有跟他的PD溝通 他的PD說有你在很放心 為什麼 因為他不用工作 對 然後他的PD說 甚至就是今晚上的開會 也讓你去做了 好 師傅 麻煩帶我們到這個錄影棚 謝謝 過去幾天很忙 對 就是我之前這個時間 一直在做別的工作 然後每天都凌晨早上才睡 所以就完全沒有辦法 而且一天一錄就不停 昨天睡得好嗎 昨天有一點點 就是忐忑 然後睡得沒有很 忐忑 為什麼忐忑 因為要跟你合作 跟我合作是很 挺困難的事情嗎 很怎麼講呢 很新鮮 然後期待就是我們合作 會有什麼火花的一個事情 對 今天你有沒有搞清楚 你看看我穿的衣服 然後呢 為什麼你今天穿了這個T恤 這個T恤你看 有沒有很免熟 而且有個公牌是 對 導演組 對 為什麼 你今天 你好 齊君老師 你好 我是你今天的PD 我叫阿Lo 你可以叫我阿Lo 老哥好 你好 你好 我是阿Lo 小鳳哥也算是你兒子的偶像 你看他的節目長大 不覺得跟他合作是 所以最後就跟小鳳哥合作了 那你進去他的房間的時候 第一句跟他講的話是什麼 你記得嗎 我講了什麼 好 我們現在 來 回放一下 回放一下 小鳳哥 你是第一個過來找我嗎 那小鳳哥的回答是什麼 是啊 小鳳哥你是第一個過來找我 對呀 對呀 你沒有選其他人嗎 只是 只是我先告訴你 觀眾的排名就是BB 你 然後就李文老師 李文老師就應該我們 對 大不了了 然後就BB就我打開他門的時候 馬賽克樂隊在裡面 然後就 所以我就應該技術上來講 就是第一個是找你 那你心目中第一個是選我嗎 我到現在都認為小鳳哥 第一個選的應該是我 當然 後來小鳳哥也說 就是第一個 其實真的很想找西君 但是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就不太敢去找其他人 就後來他在這個走廊就是喊了 有沒有人過來找我 有沒有人過來找我 留西君 我在這兒呢 留西君 喊小鳳哥 你可以過來我這邊坐 可以 我聽見小鳳哥喊我了呀 然後我就過去了呀 我覺得跟小鳳哥搭 我其實一開始的希望是 有一些快的歌曲 氣勢上比較熱鬧一點的舞台 對 所以我其實有跟小鳳哥聊過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選一些 帶節奏帶律動的歌 他怎麼回答你 我感覺小鳳哥想唱一些慢一點的歌 所以我們其實綜合了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選了一首 有一點律動的挺歌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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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會不會加那個 跟調動這個觀眾的打拍子 我心裡會希望是這樣子的 但是因為舞蹈員那邊還沒有排完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對聲音的部分 然後那個舞台東西的下來對 好,各位準備了 我們再來彩排 準備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走 謝謝 好厲害 壞掉都能堅持到底 其實能記住 但是因為要擠好慢 是 所以我怕說錯了 我怕說錯了 可能中間說錯兩個字 沒有人說 好,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這一段的排練時間到了 結束 所有工作人員留意 吃飯、放飯